每年的11月到隔年3月份是新北市供疗鲍鱼的盛产季节 但是今年受到天气的影响 采收期间延后两个月左右 目前九孔鲍鱼每台金大约是450元 鲍鱼650元的价格还算平稳 此外白带鱼的捕捞产量大砍了六成 多数是转为了冷冻加工 就担心农历过年前价格波动影响大 搜捷上来 这样子的就会呈现一个非常软嫩好吃的口感 热乎乎咸中捞起大颗供疗包 肉质Q弹紧实 简单料理也可以豪华变身 又或是供疗包蒸熟过后配上沙拉淋酱汁 更显鲜甜海味 快速的汆烫啊 然后呢用煎的 甚至像年轻人现在家里面可能有气炸锅 你可以简单的拌一点点的油跟酱油 高温快速的烘烤两分钟的时间 每年11月到隔年3月就是东北角供疗报产季 新北市府首推餐盒 新鲜值送供疗报也入菜 不过今年受到天气影响 放苗时间晚采收时间也延后两个月 目前产地持边价 九孔报每台金450元 鲍鱼650元 价格还算平稳 有稍微略减一点 因为今年我们碰到夏季的时候 有碰到雷雨的问题 我们有稍微损伤一下 我们再重新投苗的时候 就会影响到我们采收期 见到两面金黄酥脆又咸香 台湾白带鱼今年8月初被中国暂停注入后 不漏大砍6成 白带鱼大多转为冷冻加工 10月初新鲜白带鱼平均价格 每台金132元 12月初最高来到250岁元 价格波动幅度大 今年产量也列减了差不多六成左右 价格是跟往年差不多都一样 就怕农历新年企业这价格在往上涨 不过冷冻加工白带鱼影响并不大 业者也准备好赚一波过年财 记者恒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